白片大帕秀 防备防护佑 白片大帕秀 防备防护佑 大家好 我是好专家 对于有车一族来说 现在什么事情最火呀 哎呀 当然是办ETC了 三秒过站 路费九五折 设备免费送 加油还凡谢 没错 不过你是不是收人钱了 怎么买力呀 ETC的确是好处多多 不过今天我们要说的是 您在办ETC的时候不可忽略的问题 交通运输部的消息 2020年1月1日起 没有安装车载装置的ETC单卡用户 将不得再享有原则上 不小于5%的车辆通行费 基本优惠政策 简单的说就是装了车载装置 可以省点钱 不装车载装置 直接用手把卡拿出来晃悠的 享受不了这个优惠啦 对于这部分用户 交通运输部将组织相关机构 为其免费安装ETC车载装置 保障其继续享有各类ETC优惠政策 免费的不赚 哦 原来我一直是省着钱的呢 我都不知道啊 这省了多少啊 多不多呀 那就给你算笔账吧 如果长期跑高速拉货 按一天500元的过路费计算 每个月15000元 一年18万 95折就是省出9000多元 当然啦 不经常跑高速的 自然区别就不大 哎 对了 还有 我突然想到一个计策 大车的过路费 不是比小车要贵吗 我把小车的ETC装置拆了 装到大车上 嘿嘿 大车不就省了不少钱吗 所以说你这种脑子想出来的计策 都会让你自己作死的 ETC装置安装之后是要激活的 一旦激活就和这个车绑定了 如果你私自拆下来 数据就会清空 装在哪儿都是个废物了 不断帮不了大车 结果你自己的小车都没了 而且私自拆除是逃费行为 是不允许的 你说你是不是作死 啊 原来是这样啊 喂 知道就知道了吧 也不用这么痛苦嘛 我已经拆了 啊 拜拜